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出演C Woman Fighter后 人气爆红的舞者莫妮卡 被106名舞者集体聚集了 但是没过多久 这106名舞者统统都被打脸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11月20号 C Woman Fighter的人气舞者们都出演了阿南云林节目 当天莫妮卡在节目中进行了一个舞蹈学概论的小节目 来讲解了舞蹈的种类跟历史 然后在解释popping的时候 莫妮卡说了这种动作都称为是popping 但是也会去掉机直接读唱popping 而在这个节目结束后 一位航母的世界级popping舞者 在现实动态上传了阿南云林的截图后 发文表示 一般使用在绰号的时候会使用popping或者是popping 但是在受舞蹈种类的时候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popping 虽然有趣是很重要 这样才会有人看 但是还是需要努力传递正确的信息 希望不要忘了身为舞者的责任感 整理一下就是 这位舞者认为去掉机的popping 只可以用在舞者的绰号上 如果想要介绍舞蹈种类的话 应该是要说popping 在这个矩集文后 就有其他非常多的舞者们 也转发这个现实动态后 你一句我一句的添加了更多的矩集内容 而这相关内容刷爆了韩国的各大论坛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非常奇怪的地方 所以网友们都合理的怀疑 最初上传矩集文的这位舞者 应该只是看了网络上的这张截图 没有看影片就发文矩集了 而其他105名舞者 也是直接转发这个矩集文后 各自在添加了几句话 因为指责的网友们越来越多 这位舞者也再次发出了解释文表示 我不是为了矩集任何人 因为很多媒体都在用错这个词 所以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这舞蹈正式的名称是popping而已 但是很快就有网友们查到 第一个矩集monica的这位舞者 之前出演综艺节目的时候 名牌上写的是popping皇家 然后也在自己的IG上传过 自己讲授popping的理解的照片 并且也留言了popping的理解 而在之前的留言也是写过 popping popping 在自己开设的课程介绍中 也是写的popping 甚至在一年前的影片中 亲口说了poppinghackerel 在8个月前亲自上传的一个舞蹈影片 标题也写的poppingfreestyle 其实不只是这位舞者 其他也有很多舞者们也再次发文表示 自己并没有有矩集的意思 只是想为了传递正确的消息 对了 除了改口的舞者之外 也有舞者发了这样的现实动态 大和民国的舞者们加油 迷妹们侵入了舞蹈圈 让人头昏 直接把所有网友们都当成是迷妹了 然后也一直强调 不是popping是popping 发文根本后嘲讽网友们 但是很快就有网友们查出 这位舞者毕业的艺术学校 也是将舞蹈课程介绍 写的是popping而不是popping 然后一位网友发了email 给知名舞者popping圈局 问了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popping圈局回答 这争议也太奇怪了 popping用英文也可以说是popping 这些舞者应该是想说 这个舞蹈正式的名称叫popping 但是也可被称为是popping 不管是popping还是popping 两个都是一样的 看到后备舞者们这么活跃的活动 真的很高兴 会继续应援他们 接着也有网友发私信给了 电影Step Up的演员兼舞者 Chad Smith 为了有关这次的争议 Chad Smith回复 在我看来是一样的 目前大部分的舞者们 都下架了最初的举及文 更改自己之前留下的popping痕迹 甚至有些舞者关闭了IG 我们先来看一下海外网友们的几个反应 所以他们生气的理由是 他使用popping代替了popping吗? 在这里都能感受到嫉妒的味道 这看起来只像是人们在嫉妒而已 身为舞者来说一句的话 不管是popping还是popping 两个都可以 其实在美国一般跳popping的人 都会发音成popping 这是slang 就像是把rocking说成rocking一样 反正他们中应该有90%的人不会英文吧 真不知道为什么要纠正 莫妮卡的英文发音 他们必须要闭嘴 他们不知道现在他们看起来有多好笑吗? 这不是英文课程 1960年代 传递rocking 以及各种舞蹈的Electric Bugado成员们 也发音成popping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啊是吧 可可可 连我都感到凶迟了 可可 啊果然 其他就不知道了 这种人上的学校是没有根本的学校 你们都已经先举集了 不道歉 忙着下架贴文 关闭ID 就能变成没发生过的事情吗? 他们应该是觉得 比自己实力不好 年纪又小的后辈们 又拍广告 又出演节目又很红 所以自卑感才会爆发的吧 这些舞者被骂的理由是因为 如果真的只是想传递正确信息的话 可以直接跟莫妮卡说 或者是发私信给他 但是他们自己在那里开始分享及时动态 集体嘲讽一个人 甚至在影片中 莫妮卡明明说了 这种动作都称为是popping 但是也会去掉机 直接读成popping 连本土的Chris Brown也使用了popping 这个要怎么解释呢?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其实也能理解这位说的话 起初大家都是随便在用 最近开始正式使用popping 所以想要传递正确的讯息 并不是说要狙击莫妮卡 所以对于100多名舞者狙击莫妮卡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